原标题 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中的留存下来的影响 这张照片拍摄于1917年 一战战争试验品防弹台下 但由于过于笨重 很难在战场上发挥实用性 但这种防弹面具 却被德军狙击手利用了起来 这张照片拍摄于1917年 一战中被法国投入到西线战场的塞内加尔军队士兵 此时塞内加尔一就处于法国殖民之中 从而在战争兴起之时 大量的塞内加尔青年被映照入伍 前往欧洲西线战役中抵抗德军 这张照片拍摄于1917年 在一战西线战场中的英军士兵 在雨季来临后 战壕中满是积水 可以看出当时战场环境种恶劣程度 这张照片拍摄于1917年 一战中在法国北部战线作战的法军士兵 尽管在普法战争后 法国一路衰落 在一战之初遭遇德军一路击溃 但自马恩河战役惊天力转后 法军开始全面反攻 并在凡尔登战役中 打出了法国百年帝国的尊严 堵杀了德军的胜利之势 这张照片拍摄于1917年 一战东线战场的奥匈帝国军队士兵 奥匈帝国在德意志的支持下 向塞尔维亚宣战 此后 大军压境展开了一系列厮杀 但在整个一战中 奥匈帝国军队战斗力都极其雷弱 不只连续在东线败于沙俄帝国之首 连一个小小的塞尔维亚都解决不了 大多数时候都必须依靠德意志军队的支援 这张照片拍摄于1917年 一战兰斯战役结束后 站在废墟中留下设景的法军士兵 法国最终在一战中获得了胜利 但整个北部的大型城市 皆沦为了废墟而整整一代年轻人 也留在了战场上 从而也有人说 一战中法国彻底被敲断了几两骨 此后导致其在二战中厌战情绪通 站 这张照片拍摄于1917年 在法国维米领攻击战中 取得胜利的英属加拿大军困 这场战役的胜利属于他们 并且他们幸运地活了下来 面对镜头他们兴奋地挥舞双臂 胜利与庆幸的笑容 留下了镜头之中 这张照片拍摄于1917年 在伊普尔第三次战役中 受伤的英属加拿大士兵和德军士兵 在战场中相互搀扶 尽管他们此前是死敌 但在战争结束之后 他们依旧相互帮助 此时的战场一片废墟 到处充满着弹坑 战争的惨烈一目了然 更多精彩老照片 关注公号 就引时光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